最后一罐了 怎么不舍得 我本来还想留一罐明天做啤酒鸭的 小杨能吃啤酒鸭吗 也是 我自发一杯吧 你别喝了 你知道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妈活着的时候 我就没有好好孝敬过她 天天跟她吵架 伴随 还把小杨丢给她带 让她一天清闲的日子都没有过成过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知道的 这种事情如果没有人真的经历过 就不会知道这种姿妹 其实 我并不怪她 我是怪我自己 那个时候 我爸和我妈刚离婚 协议是我跟着我爸 但是我们每一个月 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总觉得我妈要了我弟弟 她不要我 所以我就总躲着他们 不跟他们见面 喂 哥哥 妈妈说天天你会过来的 对吗 我没空 没事不要跟我打电话 你上个月都没来 我想你了 你能来陪我玩吗 我都说了我没空 那哥哥 我去找你好不好 不好 哥哥 喂 喂 小春 滴滴不见了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那一天 我跟她说 我去看她 我没有挂掉电话 可能事情就不会发生 小夕就不会死 所以我没有资格怪她 所以你一直躲着不见你妈妈 是一种逃避 我是害怕看见她 我一看到她 我就想起那天的事情 我就更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一看到她 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是她的错 也更不是你的错 背着这么重的担子 一定特别累吧 要不要我把肩膀借给你 好好哭一场 没关系的 情绪发现完了 明天就又开心了 回头我再做好吃的给你 没 我 我又不是晓杨 你 不用这种方式哄我 我 我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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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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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